字幕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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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的就是 這個 南森丁應該說今天是來大家走 這個南森丁的周邊 因為這周邊呢 其實有很多 是適合租給留學生 的一些物件 那 如果是來日本投資買房的話呢 其實 你不了解周邊喔 你很難就是決定說 哎呀我就是要買這裡 那如果你知道這周邊呢 是很繁華 然後很多東西 那基本上你 就是你越了解這個地方 那你 投資的那個 心得就越有嘛 那基本上是你 越了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 可能就越有一些想法 就知道 該怎麼樣去做這個投資 那今天來帶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 天神橋商店街 天神橋商店街這邊呢 它非常的長 是日本 整個大阪喔 最長的商店街 那這裡面有很多非常不錯的商店喔 等一下一一介紹給大家 嗯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今天是從中途這樣子進來喔 所以 能夠介紹的店面 其實還是算有限 因為它非常的長 那可能也沒那麼多時間可以帶大家 逛這一整條的這個商店街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採用 從中間開始逛 那看能夠逛到多少店 就逛到多少店 其實現在店家真的是很多 那 那 有的也因為臨時 休業 因為疫情的關係臨時休業 像這個蛋糕店 感覺還不錯喔 咖啡廳 那 天神橋商店街這邊有什麼特別的呢 這邊有一間是 書店 在這裡 我很建議就是 你看 春上春樹在台灣 有沒有 跟台灣有關的書 那 它不只是跟台灣有關的書喔 它是有 中文的書籍 好 我們 上去看一下吧 這裡 上去看看 今天是有開的 走到最前面就是囉 那我們剛剛去的這個呢 福爾摩沙書院 福爾摩沙書院 那到了福爾摩沙書院之後 我買了一本書 叫做 我是好幫手 那 這邊的話呢就是可以買中文的書 而且是從台灣過來的中文的書 所以如果 你在國外 那你想要買台灣的書也是有 在這邊可以買到 那我剛剛看到一本很新的書喔 那本書是叫 劉 劉這本書呢 裡面主要是講述當時 那個 內戰結束的時候呢 然後到台灣的那些 外省人 那他們的生活 就是一個蠻寫實的 那這本書還蠻新的 然後現在這樓上也有賣 那我覺得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繼續往前走走 那在台灣的話呢 可能都是 新的書店比較多 那在日本的話呢 這種 這個也是書店 那它是賣二手書 這個賣二手書比較多 像是 看一下 這個 Doraemon的話 這一本就只要一百塊 日幣 那原價是快三百 這是一條 非常熱鬧的 那這裡有 有茶 喝飲料的 那現在在日本開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品牌 開非常的多 OK 然後裡面也有 Pachinko 這裡 大家有想要體驗日本的話呢 也可以來這個 Pachinko這邊 玩一玩 我個人是認為 這條商店街 東西真的非常多 而且非常廣 然後又很便宜 所以 喜歡的話呢 我覺得這裡是個好點 光要買 或者是要租 有的人可能會想說 小孩子以後呢 可以來日本這邊讀書 那我覺得來這邊讀書的話呢 南森丁這裡是個不錯的點 可以選擇 他在這邊 租個房子 然後 看一下日本這邊的環境 那再做買賣的決定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 好 這邊有在賣 在賣物件 在賣物件 然後你看這裡 這裡又是 也是二手書店 然後均一價一本一百塊 那這邊 西瓜賣多少 西瓜賣358 那這邊的書店真的非常多 我們又看到一間書店了 那也是二手書店 在這裡 所以日本人是真的很愛看書 這裡還有一間 日本人怎麼這麼愛看書啊 一條商品店裡面可能有五六間 有五六間書店耶 這不得了 而且都是二手書店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走吧 那在台灣感覺 書店就是給人家裝逼用的 這是個人的見解 不要 不要泡我 那 我覺得日本他們的書店就是書 比較多是二手店 反而台灣是新的書店很多 那日本是二手店的書店很多 那 書都很便宜 我今天這個買 是因為我買的是 中文的 那我買中文的 我買這一本是五百塊日幣 那一般日本的二手書店呢 大概都是一百塊一本 比較多 那以前我也都有買日本的二手書 但是 看一看就不想看了 對 也買過好幾本 那 比較常看的 反而是 哆啦A夢的漫畫 那種的 就比較 願意看嘛 對 那也可以學一點日文 好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那 繼續往前走了之後呢 這邊有一間我非常推薦的火鍋店 那 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過來吃 那現在這種 這種 牛肉麵店 也都變多了 這種 牛肉麵店啊 也都開始慢慢的變多了 到處都吃得到這種 牛肉麵啊 或者是中華料理啊 現在真的是 連飯糰 油條 豆花 這種 都已經 不是太難吃到了 那 以前的話是非常困難 那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 介紹的不多 那之後呢 就是大家自己來體驗看看這個 天神橋 天神橋商店街 這很長一條 要逛也是需要蠻大的時間的 那所以 如果 哪一天呢 真的 日本開放了之後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這邊 因為這邊還有 天滿宮 那就是可以去天滿宮 去完之後呢 逛這個商店街 那這個商店街 其實要逛 你就可以逛很久了 那逛完之後 旁邊有扇丁公園 就可以讓小朋友在那邊呢 在那邊玩 那就換大人休息了 這樣子 那前面有一間 是我蠻推薦的 火鍋店 那順便再介紹一下 旁邊那邊呢 就是扇丁公園 那這裡 這個育出超市呢 是在大阪非常便宜的超市 你只要直走就到了 那育出超市其實 離扇丁公園也都非常的近 郭家 有沒有看到一間叫郭家的 來 這間是我非常推薦的火鍋店 它是一人火鍋 跟台灣一樣 像這樣子 在日本很少像這樣的一人火鍋店喔 但是這邊是屬於一人火鍋店 這樣子 然後 為什麼會推薦是因為價格非常的便宜 比如說像這個 蜘蛤蜊是680 那加稅是748 那還有這種 780 所以我都覺得非常的便宜喔 那大家有機會呢 也可以來這邊吃這個一人火鍋 那它 肉 像這一盤呢 是只有一盤 可是這些菜呢 是 可以吃到飽的 可以自己去夾 然後吃到飽的 那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過來這邊品嘗一下喔 就在那個天神橋經 山這裡 天神橋山 大家記住了 那其實旁邊就是扇丁公園 所以 旁邊這也是扇丁車站 所以呢 如果說要過來這邊吃 然後 順便讓小朋友去扇丁公園玩一玩 然後大人也可以逛街 我覺得這個點是非常的好的 像這邊 上去了 這些樹就是扇丁公園了 那這邊是扇丁車站 然後那個高高的這個是電視台 好 扇丁山這邊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玩一玩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 有任何問題呢 一樣都可以聯繫我喔 任何關於日本生活的問題 日本育兒的問題 然後不動產的問題 任何疑問 都可以來做諮詢 我只要有時間 我就會回答 謝謝大家 掰掰 溫透 大家好 我是你 今天的影片 我是阿姆 我的影片 拜拜 阿姆 你的步驟 小心點 好